凤林郑民代表会28号上午临时会 而郑民代表会主席龙春文 也接受了民众的陈情案 而对于凤林郑目前的光电案 郑长林建平在临时会中 也强烈表达对于光电案的态度 表示从未参加光电业者的说明会 因为不了解始末所以不愿意背书 也会依法依规做好工所应有的责任 凤林郑民代表会28号上午召开临时会 同时也有玲珑里的居民曾经表达 反对光电反对砍树重电 并诉求良田绿地留子孙 曾经民众在旁听席上 听取凤林郑长对光电案件的看法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我们乡亲来这里 我们把人民纪念案先排到前面 我们先死 这个书面资料每一个代表 这个科室主管手上都有 我们也在这个前两天都收到 也看过了 现在先请政长来回复这个问题 我在代表会主席车站内 保持一个态度 所有的光电业者 我代表会 所有要求代表会开会的 你们都可以去查记录 我代表会我自己都没有去参与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民意代表 他所有的新闻 能源级县政府公所召开 不是说明会哦 是他们的一个 一个招开的一个地区的小学说明会 那我为什么从来不参加 就是因为我不愿意去背书 因为我不了解所有的申请始末 但是这个是我在代表会主席任内 我做的事情 林建平也指出 是由土地提出光电案 政公所也都未取得任何的资讯 也对于台塘公司在光电业者 承租土地之后 即将开发成光电厂 后续才获得相关的资讯表示不满 我当着所有长官的前面 我把他的名片推回去 我说你台塘公司 如果是光电的事情 你不用来拜会我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台塘 把他们的土地 承租给光电业者 这个事情不是你们现在的承积 早在一年多以前 很多的黄宝淘体 时代力量的有一些 某一些人在台北已经开播 恩赐的记者会 我林建平在奉林政公所 我接受无数媒体的采访 台塘所有设置光电的所有的案件 没有一件经过我公所 那我有什么立场 按照程序他不用 结果他跟我回了一句 没有啦 这种事情我是叫业者去跟公所 我说你现在在开什么玩笑 按理台塘的定位 今天跟公所 大家按照程序 我今天我公所为什么要要求所有的业者 按照程序 以其跳脱我们凤林这个关卡 如果我们可以按照程序接收他们的申请 第一个 我知道你们的基地 基地所带的位置 你是不是在我们凤林政民百姓所有的田地活动范围之内 或者是间隔一公里或者是间隔几公里 第三 你跟我们凤林政 未来要发展方向的愿景 有没有公布 我今天公所如果有任何的裁剪 任何的措施 违反了你们的主办意愿 你们当然可以做适度的抗议 但是我是建议你们真的要抗议的对象 坦白讲 应该是在国有菜单署 跟糖厂 只要业者找到他们是 管理器那是裁判所定位 文上去 多少年纪下来 适合才叫来我们 建设客去会看 我们有没有影响到洪水路 我们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未来的一个一个一个 水的排放 在这边也顺便来跟所有的人报告 在10应该两个礼拜前 糖厂有一厂 也没有经过我们的 突然把我们来要求我们公所派人去 献献献献献什么 他的流放水的排放 那我就只有交代教科长 去了之后 一切不同意 因为什么样 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程序 记者凌杰 风铃阵采访报道